挑戰王一博各自營業,陳情令的飯碗吃到現在。 科班出生,一路上就經過自己的努力和命定的職業生涯走到了今天的這一步。 數字事件也算是經歷過波折,被央視點名險舌被封殺,但是還是挺而走險成功的走過了這一關。 王一博士從小學習舞蹈,有非常深厚的舞蹈基礎,演技雖然讓人覺得不如跳舞,但是高顏值還是受到了很多女明星的喜歡和奧帶。 娛樂圈男明星已經陸續被封殺,這兩人這算是中樓底處了,好好發展吧。 王力雲婚姻問題下熱手之後,明星緩營業的消息陸續傳到網上。 《超戰已經接了新的代言》,而王一博也已經開始拍戲。 點擊他再圖片。 陳情令是一部體現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好劇,其中融入了很多的中國風元素,弘揚了中華的根本。 娛樂圈裡缺少這種明星,《超戰的口碑也和不錯》,其他明星難以圈粉的事實被他做到。 這中間離不開肖戰做人的素質和品德,另外男主形象也很討喜,引起了太多粉絲的討論。 雙男主擔改電視劇小鳥小說當中的一些同仁設定,但依然勾起了原著粉的注意力。 可以說這部電視劇的大火以及男主的大火離不開小說本身流量的支持,劇情也是正派中將戰勝反派的劇情。 沒有無腦的劇情,黃一博飾演的角色雖然冰冷但視更符合實際,《超戰飾演的角色》更偏向女性化,也不乏趣味。 點擊加在圖片。 這部電視劇的有趣之處在這裏,現實中的人不會沉浸在傻白甜的情節裏,人物牽向現實的設定讓這部電視劇更火。 現在雙男主還要是有一人熱手營業,另外一人畢竟僅隨其後,是,其,粉還是很喜歡這樣的組合。 《超戰本人》是學設計出生的,不是演戲科班出生,一路上就經過自己的努力和命定的職業生涯走到了今天的這一步。 數字事件也算是經歷過波折,被央視點名險赦被封殺,但是還是挺而走險成功的走過了這一關。 黃一博飾從小學習舞蹈,有非常深厚的舞蹈基礎,演技雖然讓人覺得不如跳舞,但是高顏值還是受到了很多女明星的喜歡和愛戴。 點擊加在圖片。 娛樂圈男明星已經陸續被封殺,這兩人這算是中樓底處了,好好發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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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